落败的叛逆者惨遭退学后 差点被强制遣返东京 但爱丽丝不依不饶死沉烂打 带领大家成功留在了北海道 后来他们得知了 惠里奈等人即将进行连对十几的消息 于是便与他们乘坐的月影号 一同北上来到了李文岛 这次连对十几的特社会场中 观众众多 不仅有通过最终考试的学生和老师 还有料理界的各大巨头 而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支持中枢 希望看到叛逆者们落败 很快在主持人川岛的极尽阐媒中 中枢的线人时节和总帅中村 实施然进入了加载 而姓平也成功说服了伊瑟 每座九我和女木岛加盟了战队 这次的比赛将以八对八的形式进行 第一回合 两队将分别派出三名选手 新晋第五席 翔子VS原本的第三席女木岛 新晋第八席 白金VZ原本的第七席伊瑟 而原本的时节第六席 季之国VS打败新晋第九席夜山的姓平 见此情况 众人开始为姓平担忧了 毕竟季之国的排名一直在伊瑟之前 还擅长所有的日式料理 他老家是神田的荞麦面店 一个将江户荞麦面这个流派 发展传承至今的超一流店 从董事起 季之国便开始学习日本武书法和征 还被灌输了茶道 淮食料理等系列日本料理的精髓 荞麦面的技术更是不必多说 一言以逼之 季之国是日本料理界的质宝 称一句纯血贵族也不过分 远归正传 各组的主题食材由抽选决定 而姓平这个手黑的 一抽就抽到了季之国最擅长的荞麦面 顿时整个厂子都寂静了 就连季之国都不好意思了起来 只有一色默默抽出了主题食材 鰻鱼 比赛一触即发 时间限制两小时 三个小组同时进行 厨师们首先得去隔壁的食品仓库 寻找自己的食材 而自己带来的食材也允许使用 很快 季之国便用木盆制作起了荞麦面 他先将水倒入筛好的荞麦粉中 并用手画圈 让水渗透到面粉整体 这种感觉该怎么形容呢 与其说是一名厨师 不如说更像一名工匠 整体工程鲜熟又流畅 季之国用手指将荞麦粉渐渐活大 以纤细的手法 使每一粒荞麦粉都与水完美结合 然后就是揉搓跟揉合了 季之国将下压的能量 通过腰和脚的筋肉 全部传到荞麦面当中 他活得面细致又到位 不需要额外的水分 是将水分压到最低的 真正的荞麦面 手工荞麦面 业内有这么一句话 签面三日 擀面三月 揉面三年 单看季之国揉面的动作 便知晓 他在荞麦面上积累了无数岁月 跟季之国敲定九成荞麦面不同 杏廷将荞麦粉与粘合用的小麦粉 按8比2的比例调合 这无疑是个不错的决定 但听到他想做盒装炒面 季之国还是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在他看来 这种突发奇想的怪招 在荞麦面上行不通 只有长久积累的时间和历史 才能让荞麦面发挥出真正的美味 其实在比赛史前 陈一郎就提醒过姓平 他有着一个自己日积月累 不输给时节的东西 那就是他是开大众餐馆的 而有姓平风格的荞麦面 应该是无论怎样的客人都能满意 受到众人欢迎的美味 就这样 姓平拿出制面机开始机械制面 瞬间嘲笑与讽刺扑面而来 姓平不以为然 毕竟不是手工的才好吃 而是技术高超的手工才好吃 技术差的手工面还不如机械制面 突然 伊瑟来到姓平面前 开始给他加油鼓劲 弄得他的对手白金立马怒了 直接表示希望伊瑟能够正视两人的比赛 羽霸 白金开始了行动 说起来 白金家代代都为日本的意大利领事馆提供饮食 而意大利南部 在圣诞节一直有吃鰻鱼的习惯 所以说你们懂的 白金在鰻鱼料理上肯定很有一手嘛 至于伊瑟 鰻鱼厨师界有这么一句话 穿鰻鱼三年 偷鰻鱼八年 烤鰻鱼一生 黑木场不确定 伊瑟是否有这样的实力 另一边 伊瑟看着箱子里的鰻鱼 念念叨叨就想开个鰻鱼养殖场 气得白金整个人都不行了 原来 白金一直非常尊敬伊瑟的才能 但是看着伊瑟每天搁那游手好闲 妥妥一个民族失败者 他怒气不争啊 觉得伊瑟没有丝毫自尊心 哪怕被剥夺世界第七席的名号 也只会整天待在下的人聚集的吉星聊里头 听到这里 伊瑟瞬间来脾气了 接着神速一闪 伊瑟剖开了鰻鱼 快到连鱼的血管都没有及时发现 自己被切开了 而姓平终于明白 那次他与伊瑟的battle 人连一半的实力都没拿出来 其实伊瑟是从鱼副下手的 由于鰻鱼没有肋骨和破背法相比 这种方法更加考验刀工 俗话说得好 关东忌之国家 关西伊瑟家 这是日本料理界的名门双臂 而这一代的忌之国和伊瑟 更是青梅竹马 不过哎 人忌之国就是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声称伊瑟只是借助在自己家修行罢了 两人关系极差 很快 三位审查员闪亮登场 他们仨从属于WGO这个高大上组织 是专门对全世界美食店进行评估的 相当于米其林 不笑片刻 百进完成了自己的料理 他将番茄的酸爽浓缩在一起 与鰻鱼的浓厚风味相结合 诞生出了妙不可言的唇香 轻轻一口下去 鰻鱼的鲜味与汁质不断涌来 而橄榄油和番茄的风味 也让味道更加鲜明 总而言之 不同的食材 不同的旋律 互相提高着对方的美味 就像一只华丽的回旋曲 与此同时 依瑟也大胆偷用小伙伴们 还在试作阶段的食材 完成了自己 吉星辽风味的蒲烧鰻鱼饭 而审查员们尝了一口后 立马就被征服了 鲜明而尖锐的香味 激发出了芝士的层次感与柔和感 将鰻鱼的美味全部爆发了出来 而幕后功臣 则是小伙伴们制作的烟熏蒜片 那是使用了能引出海鲜风味的 核桃木烟熏而成的 碾碎后做成焦头 还可以增添酥脆的口感 酥脆 油脂鲜明 与大蒜贼搭 湖里的是鰻鱼干汤 加入了两子完锦二人制作的大米汁 能和幽肌肉魅制作的 芝士温柔的融合 后面 白金品尝了伊瑟的菜品 顿时就忍不住在伊瑟的要求下 对吉星辽等人道起了歉 此处有一说一 难怪伊瑟的料理被美食家认为 是极具攻击性的日式料理 本轮对决 伊瑟获胜 叛逆者占得先机 另一边 机智国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一般 姓平的选择则是制面机 很快 机智国和伊瑟刚上了 面对伊瑟关于席位的说辞 人直接表示 自己领先伊瑟一席 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使出权力 其实伊瑟这个家伙就像一个天选之人 很快便能学会 机智国花了很久才掌握的技术 还总是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 突然 姓平拿出了一个大铁锅 开始炒面 好家伙 大家顿时就被震惊了 如果去江户乔卖面的老自豪实地研修 然后像姓平这样对蕎麦面进行翻炒 怕是会被直接赶出去吧 这个时候 机智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蕎麦面 光泽美到令人哑口无言 伊瑟看见了也忍不住开始感慨 机智国从小就是一个不寻常的女孩 将所有的自由时间用来做各种练习 也从没因为别家小孩的肆意玩耍心生羡慕 只将精力集中于眼前的事物 孜孜不倦地磨练自我 接下来就是品尝环节了 九层蕎麦面的风味在口中淡淡绽放 一旁的炸食锦相当轻快 面衣饱满 正英虾松脆 与蕎麦面的口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哎 就是那么意外 等到审查员想再来一口的时候 蕎麦面已经吃光了 三人立马追加 可恍过神烂又没有了 这是因为机智国选用了正英虾特有的优雅甜味 将这与蕎麦面的细腻风味相融 所以审查员们一吃就停不下来 并且它使用有上等鲜味的太白芝麻油进行油炸 丝毫没有影响蕎麦面和正英虾的爽口面衣 后面审查员又要了一碗九层蕎麦面 还很快再一次的见底 就像穿越了时空一般 与此同时 性平的蕎麦面也完成了 审查员赶忙就是一筷子 然后忍不住赞叹了起来 这份蕎麦面 铁锅炒焦的部分十分酥脆 与普通的蕎麦面口感形成了对比 鸭肉清爽的脂肪给蕎麦面增添了更丰富的味道 而蕎麦面原本的风味也都传达了出来 原来和季之国选用丝滑的上等一号粉 做成优雅的蕎麦面不同 性平选择的是口感较差 但蕎麦风味最足的三号粉 所以哪怕面条在铁锅里进行了翻炒 但也没有失去自身的风味 突然性平蹲出了两小碗自制调味粉 也就是方便面最后使用的调料包 小时候性平就觉得 方便便这种东西超厉害 所以一直在想 能不能将之活用到自己的料理中去 这次 他在由三号粉做成的二八蕎麦面里 加入用放了大量蕎麦粉调料的茶鱼片高汤 调配而成了浓厚的酱汁 然后把它们和鸭肉大葱等食材 放在铁锅这个盒子里稍微搅拌 便完成了自己的盒装炒面 后来审查员加入调料包后再次品尝 顿时就感觉自己回到了 和朋友一起快乐品尝美食的青春时代 又仿佛在和他们并肩而行 在夏季的庙会之夜 德类就此审议结束了 进入判定阶段 三位审查员一致认为 胜者是性平 还让季之国分别尝了尝 自己和性平的荞麦面 这一下框嫖了 季之国明显发现 这次的荞麦面和自己以往的相比 香味略有不足 而性平的却风味更足 其实这都是室温惹的货 荞麦的香味主要来源于 发挥性的全类物质 在周围温度降低时 挥发量就会减少 一言以逼之 这个超冷的会场 对于想要活用桥麦的厨师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残酷的地狱 季之国的桥麦面 清淡细腻 很容易受到影响 而性平特意加热了桥麦面 把油和锅巴的香味 转变成了料理的魅力 将桥麦的风味 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其实性平在挑选桥麦粉的时候 就觉得气味不够浓 所以就想到了放进油里炒 但一号粉又承受不住反炒这道工序 所以就想到了风味最足的三号粉 季之国则不一样了 他知道最好的桥麦面 应由一号粉之成 所以根本没有想过 根据室温放弃一号粉 总而言之 出身小餐馆的性平 为了让顾客吃得好 吃得开心 能注意到细枝末节的变化 并随机应变 在这次的桥麦面里 有着只有他才能表现出来的东西 于是乎他展现了一种全新的可能 也取得了胜利 好家伙 两连胜达成了 而新晋第五席翔子 也毫无悬念地输给了原本的第三席 女木道 至此 中场休息时间来袭 后边 双方厨师将进行接下来的主题抽选和对战 拉开连队十几第二回合的帷幕 而不巧的是 性平在走廊巧遇了小思 还直接表示 这次的主题抽选和对战 这次的主题抽选和对战 这次的主题抽选和对战